中央气象局表示 台湾今天持续受到新南风带来暖湿空气的影响 全台都是高温炎热 台东大午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 预计今天台北还有台东地区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那么根据气象局呢 12点钟最新的资料显示 全台最高温呢出现在台东大午35.4度 再来呢是板桥34.6度 民众外出呢要特别注意防晒 另外中南部整天呢 都很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而北部午后呢也可能会出现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